在英朝首轮的焦点之战中,阿森纳新帅埃梅里之教,的首场英朝比赛,以失败告终,后温格时代的枪手主场零比二输给了未免冠军曼城队。 这是阿森纳自1996年以来首次缺少了温格的英超赛季,虽然过去几个赛季球迷不断喊出温格下课的口号,但他们在这场比赛后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,这未必就是阿森纳重生的开始。 阿森纳在进攻端和防守端都暴露出明显的问题,厄齐尔和扎卡两员阿森纳大将难辞其咎,是球队英超首轮的二大败笔。 扎卡当时被温格重用,是因其身高体壮,善于对抗以及持球摆脱能力,有血性,有一定的领袖气质,典型的防守型中场,长传调度,拦截进攻。 温格对他的期望是能推进组织进攻,也能拖后进行调度,进攻时能重炮支援,防守时有身体对抗,但是扎卡在首轮比赛中展现出了不该有的篮散和低球胜欲望。 曼城的第二个进球中,阿森纳有五名球员回防禁区,竟然没有去防葡萄牙边风别喜,应该负责防守该区域的阿森纳后邀扎卡,在最致命的位置上又开始了散步模式,逼其由拿球到停球,射门动作一气呵成,扎卡连王阳补牢,的补防动作都省略了。 相比起来,曼城队员连奥巴梅扬,在阅位位置,上的射门都积极回到门前补防,防守积极性扎卡差得太多,出现多次衍生丁防,不应该是英超首轮,就展现出的疲态和散漫。 厄奇尔和扎卡原本是阿森纳的攻防双合,然而攻防的相互作用,导致厄奇尔和扎卡支援不足,在进攻端也是失误频频。 厄奇尔拿着队内35万英镑的高薪,却送出了19次传球失误的数据,这份答卷确实不尽人意,厄奇尔在失忆小组电底告别俄罗斯之后,选择了退出效力9年的国家队,此时正是他为俱乐部全新权益付出的最好时机。 在比赛开始的15分钟,厄奇尔展现出他的积极性和球队的新面貌,在进攻端和防守端都有他的身影,然而在曼城的第一个进球后,又展现出他不善于踢逆封球的特点。 几乎隐身,威胁球处理失误增多,甚至速度慢,给曼城断球之后打反击的机会。 埃梅里的阿森纳正面对刚率队就面临大考的重任,首轮对阵未免冠军曼城,四轮又将挑战拥有阿扎尔的切尔西。 埃梅里是延续温格时期的厄奇尔和扎卡的攻防搭配,还是摒弃就将,以全新阵容出战,其中的反略和博弈需要埃梅里本人才可做出决定,否则,本赛季的阿森纳恐怕又将争丝无望。 阿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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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